尊敬的师父上人 尊敬的诸位法师 大德仁者 阿弥陀佛 惭愧弟子姻缘声 今日恭敬报告的主题是 中华传统文化 今世所必须 中国传统文化 博大今生 其构成以本字多元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 便以儒家文化 传入中国 很快便与中国本土文化融合 形成了如、士、道、三足鼎立 而又互助互补的文化格局 以至于明代末年的佛门高僧 憨山大师便感叹说 不知春秋不能处事 不经老庄不能忘事 不参禅 不参禅 不能出事 此三者 今世 出事之学背 缺一则偏 缺二则爱 三者 三者 无一而称忍者 则孝之而已 憨山大师说 如、士、道、三家 把治理天下和超越俗士的学问 都讲到极致了 假如三家学问 有一家没有学到 他的见解就会偏激 假如三家学问 有两家没有学到 他的思想就会狭隘 若是三家学问都没有学 那他只是表面上像人的样子而已 中国清代文学家 龚定安有这样两句名言 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刻在心上 欲要王其国 必先灭其史 欲灭其族 必先灭其文化 定安先生说 想灭掉一个国家 必须先灭掉他们的历史 想要灭掉一个族群 人 必须先灭掉他们的文化 可见 不懂自己国家 不懂自己国家的历史 不能传承自己民族的文化 这是王国灭种的征兆 由于 由于晚清政府的 腐败无能 中国 曾备受世界各国的欺凌 也使中华民族 也使中华民族彻底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 有许多从西洋留学归来的学者 便武断地说 中国之所以落后 全是由于科技的不发达 而科技的不发达 又是因为受传统文化的束缚所致 于是便提倡完全向西方学习 狠批自己的老祖宗 而与此同时 也有一些到日本留学的学者 他们惊奇地发现 日本之所以能够国富名强 原来竟是靠中国的儒家经典 于是便回归祖国 试图恢复传统道德教育 只可惜东风终究 没能压倒西风 正当那些热血青年 吵嚣着要扔掉旧文化 废弃文言文的时候 佛门高僧印光大师便寓言说 我们若抛弃了传统 不出百年 社会病态必将现前 印祖的尊专专告诫 也有在尔 距今不过八十年 孔家殿被打倒的罪状之一 便是说孔子骑士压迫女性 说三纲五常 三从四德 五轮十亿都是封建糟粕 是用来束缚女性的精神枷锁 于是乎 一犬飞饮 白犬飞生 许多人根本一点都没有去了解 便也跟着喊打 致使孔子沉渊墨白数十年 钢子 原是指提鱼网的总绳子 因为它在网补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所以 后来就用钢 比喻事物最主要的部分 读过三字经的朋友就知道 三纲 三纲 三纲者 向父亲 сог咭 篇志之间 分似之间 充满 和顺 这是治国的三个纲要 这有错吗? 怎么能是糟粕呢? 曰仁义 理智信 此舞常 不容稳 所谓常 即是永恒不变之定理 左传的作者 孔老夫子的好朋友 左秋明便说过 人气常 则妖心 佛家有五条根本戒律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不饮酒 这和儒家的五常 恰恰不谋而合 不杀生 即是人 不偷盗 即是义 不邪淫 即是礼 不妄语 即是信 不饮酒 即是智 可见 天下无二道 圣人无两心 正如战国列子所说 东方有圣人 西方有圣人 此心同 此理同 三重 三重 出自以礼桑服 指女子 未嫁从妇 出嫁从夫 老来从子 或夫死从子 后世 一些半调子学者 将其中的从字解释为服从 所以麻烦来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假如 假如从子真是服从的意思 我们中国还会出现孔子和孟子两位圣人吗 请不要忘了 他们二位 可都是幼年丧妇 由母亲一手教养出来的呀 从子 在古汉语中 有追随的意思 三重的本来面目是 女子 为出嫁前追随父母 由父母负责教养 出嫁后 追随丈夫 由丈夫 由丈夫负负责生活 老年 追随子女 由子女 负责赡养 真是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啊 四德 出自 周礼 天官 九贫 是说 判断一个妇女是否优秀 一 要看她是否具有良好的品德 这个最为重要 二 是看她讲话是否有口德 并非注重口才 三 要看她仪容是否端庄 并非注重美貌 四 要看她处理家务 相夫教子的能力 就即使现代社会 以这四个标准 来选择太太 也同样是错不了的 因为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标准 就包括男同胞也应该具有的这种最基本的教养 孔子 孔子家宇中 很不恭敬 还说 还说 十三代祖师 十三代祖师 应光大师 非常赞叹这句话 他特别重视家庭教育 尤其是母教 他说 治国平天下的大权 女人家着实操持了一大半 汉如马荣 在《诸解》一经家人挂时写道 家人以女为傲主 汉武帝时的名将魏清曾说 男儿无事 家无良 您还敢再说 中国古时女子没地位吗 五轮是指 夫妇 父子 君臣 兄弟 朋友 这五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 五种关系之间 各自尽好 自己的本分变为实意 即 夫逸 父顺 父慈子孝 君人 陈中 兄有 地公 朋友有 信 正所谓 人无 伦外 之人 学无 伦外 之学 世敬空 老教授 便曾经感叹 当今社会 夫妻 反目 父子 相宜 兄弟 肖强 朋友相诈 朋友相诈 自相残害 就其根源 是因为 五轮不明 道德全废 所以说 时代 虽有变迁 轮常之意 绝不能改变 在疯狂的 反传统运动中 被砸得最烂的是 孝道 却不知 却不知 这个孝子 正是为人之本 是修身 其家 治国 平天下的基础 也是一切德行 学问的开源 在孝经 建征章中 曾子向孔子请教 感问 自从父之令 可谓孝父 意思就是说 请问老师 儿女完全顺从 父母的要求 这可以称为孝顺吗 我们注意 看夫子是什么反应 孔子听了曾子的提问 连声训诫 他说 这叫什么话呀 这叫什么话呀 父母若有敢于劝谏的儿女 就不会做下不合道义的事情 所以若遇到不合道义的事情 为人子女者 不可以不规劝父母 为人臣子者 不可以不劝谏君王 所以 儿女若遇到父母 做不义之事 一定要善家规劝 假如只知道 一味的盲从父母的要求 那又怎么能称为孝子呢 由此可见 圣人 圣人何曾教我们于孝了呢 孝顺父母何罪之友呢 真不明白 为什么要将这样 执经执欲的文化归宝 只为糟粕 而自拖自弃呢 现代那些不懂中国古典文化的人都会说 古人说话 知乎者也 以烟灾的 多废事啊 而其实 古人说话也不是那个样子的 那是古时的文体 至于 语体 是随着时间和地域空间的不同 在不断变化的 比如我们现在 看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白话文 其中某些名词 已不知是什么东西了 我们中国老祖宗是最有智慧的 他们将语体和文体分开 无论语言如何变化 文体始终保持不变 四大文明古国中 唯有中国文化传承了下来 奥秘恰恰正在这里 现在 我们直接用语体写文章 知识是普及的快了 但老祖宗数千年的智慧结晶 也被一刀斩断了 这实在是得不偿失啊 我们中国 我已故的前政协副主席 赵朴初老人 曾经痛心疾首地说 传统思想和价值观 是我们民族智慧的结晶 传统经典 是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 这些是我们生存和发展的依据 是我们民族 建庄书不认得 对不起我们的列祖列宗 对不起世界人民 对不起人类 1970年代 英国大历史哲学家 中国儒家宣导的王道政治 首重教育 教育的宗旨 在于变化气质 在于变化气质 提高人性 最终 最终答于至善 而探讨自然 创造工具 改进民生之事 还在其次 其实 只要人性提高 可答于至善了 则和平 亲爱 互助 自可顺应自然 而改进生活了 故而教育 应以德行教育 为本位 得备而思想正 思想正 而后智慧生 身强体健 合群团结 饮食有节 起居有常 行动有责 婚丧有礼 人生美满 社会安宁 文化发达 其根源都在德行教育 学是绝路 觉悟 觉悟天理 人理 物理 教育 是助人觉悟 以善道 觉悟蒙昧 化道鱼丸 自己觉悟 叫通达 助人觉悟 叫化道 通达是智慧 化人 化人是人爱 智慧 与人爱 兼备 则 名为圣人 可惜 当前世界各国教育 仍然都是以科学知识为教材 以功力为基础 无论哪一门学问都可以视为贩卖的商品 其最后的效用是满足人的物欲 然而 物欲无穷 不能满足 欲不满足 欲去追求 欲求则人品欲下 终必使人 多为物质的奴隶 然后为物欲所趋 作奸 犯科 而不以为耻 这种教育 不是文化教育 可说是一种物化教育 是好是坏 可由每天的犯罪新闻来说明 不必多加解释 中国清代大辱张伯行先生 有智学连语曰 圣贤教学总是一条正路 躺蛇此路 必常行荆棘之中矣 天地生人 都有一个良心 苟丧此心 则人去禽兽不远灾 所以 传承和发扬 我们中华民族 优秀的传统文化 实在是当务之急 迫在眉睫 文化是民族之灵魂 教育是文化之升级 回望中国一百多年的苦难历史 其实 根本原因 就是忽视的教育 丢掉了自己民族的精精美誉 而去追求那些 急功近利的快餐文化所致 而在今天 中国这头沉睡的熊石 终于觉醒了 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 终将成为现实 2002年 我们的温家宝总理 访问美国时 在哈佛大学 对中国留学生们 有一番精彩的演讲 老人家 老人家语重心长的 勉励后辈说 回溯源头 传承命脉 中华民族的祖先 曾经追求这样一种境界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生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这些话 我们说出来是大话 做出来是大事 就在2014年的3月27日 于中法建交50周年 纪念大会上 我们敬爱的习近平主席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庄严地告知全世界同胞 实现中国梦 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 不是威胁 是和平 不是动荡 是进步 不是倒退 拿破仑说过 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 当这头睡狮醒来时 世界都会为之发抖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习主席的讲话是真诚的 负责任的 因为中国人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当中 都是崇尊道德 崇尚和平的 楚国无以为保 为善以为保 我们慈悲智慧的先祖 留给子孙的教育 一直是善良的教育 一定是爱自己的亲人 然后推辑到别人的亲人 爱自己的国家 然后推辑到别人的国家 所以汤恩比博士说 中国人是最有资格领导全世界的 因为中国人的胸怀是装着整个天下 我们坚信 汤恩比博士的话说得一点不错 但是我们理解 他老人家说的中国人应该是广义的 是指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人 因为文化是没有国界的 你照着孔子的教诲去学习 你就是圣人的弟子 你照着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去学习 所以说 中华文化不单单是中国自家独有的私产 而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中国儒家说 人人可以成为圣人 而佛家也说 人人皆可成佛 他们所说的人人 当然有你有我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内 然而 无论学习任何学问 都是必须要先具足 成静心的 否则绝不可能有所成就 是静空老教授的老师 李雪卢老人 当年对他的弟子们说 我们这一辈跪着把圣贤的经典接过来 到了你们这一辈 要跪着把圣贤的经典送出去 老人家所说的跪着接过来 是教我们求学的态度 要对经典 对古圣先贤 心存敬畏 所说的跪着送出去 不是真正的跪下身子送出去 而是教我们放下身段 假如遇到真正愿意学习的人 一定要全心全力帮他成就 不能摆老师的架子 不能令法 那么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应该学什么 怎么学呢 下面墨学就为大家 做一个概略的路线规划 首先 是蒙学经典的学习 这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中之根 应当高度重视 小耳语 是明朝大儒 吕静兴兴兴 为教蒙童学习说话而做的儿歌 后来棋子 吕心舞 又为之做了增补 虽是儿歌 却不可轻看了 其实 他是用最通俗的语言 把深奥的经典给诠释了出来 可谓 可谓 话俗而礼不俗 弟子规 原名 迅蒙文 是清出大儒 李玉秀 依论语学尔篇 第六章经文 为纲要 仿照三字经的格式 编撰而成 后经山西如生 甲存人 多次修改 才定名为弟子规 全书共计 三百六十句 一千零八十字 所列 一百一十三件事 真可谓 千锤百炼 一字千金 经文 严简易概 读起 朗朗上口 堪称 同盟养政的 最佳教材 三字经 是宋朝大儒 有出 小学中 智四书 小经通 四书熟 如六经 十可读 经济明 方读子 搓其药 记其事 精子通 读读读时 考试系 之中时 其实 其实 小学经典 是教孩子 由此契入的 大学经典 则是教我们 在小学的基础上 进一步 深明 其理 所以 我们 万不可 好高 物远 渴求 速成 将 本末 倒置了 三字经 中 讲的 这一套 修学 次第 绝对 不能 打乱 百家姓 相传是 宋朝初年 浙江一位 私塾先生 编著的 然而 他却并不是 单单只为 让学生 试字 那么简单 姓氏 文化的背后 都有 他的历史渊源 所以 从 宋朝 至 民国 初年 百家姓 都是 同盟 教学的 必修课 千字文 是 南朝 梁代 大儒 周星寺 奉 梁武帝 圣旨 一夜 而成 全文 用 一千个 不同的字 将 天文 地理 常识 传统 传统 历史 完美的 列出 奇文 天成 却可称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三 百 千 历来就被 誉为是 蒙学的 铁三角 建略 是历史的 纲要 因为 我们中华文化 是文史 不分家的 所以 很多 经文 需要 经史 和 参 才能 了知 真实意 而 建略的 版本 有 多种 墨学 推荐 读 清代 儒者 王世云 编撰 的 四字 建略 增广 闲文 内容 取材于 民间 谚语 和 各家 典籍中的 家具 通俗 易懂 快智 人口 是 一部 很具 实用 价值的 大众化 经典 应该 是 不断 的 经过 后人 多番的 山穴 和 增补 所以 现在 见到的 版本 有 很多种 在此 提醒 大家 对于 个别 京剧 千万 不能 妄文 生意 而 要 去 感悟 它的 弦 外 之音 言外 之意 墨学 曾为 增广 弦 闲文 做过 注解 有 中英文 对照版 正在 准备 排版 印刷 将来 会 敬献 给 大家 又学 穷林 又名 成语考 故事 寻缘 是 明清 两代 私塾 必读的 同盟 教材 全书 通用 对偶剧 写成 容易 读诵 便于 记忆 书中 荣经 著史 包罗 万象 堪称 蒙学 中的 小百科 全书 以至于 清代文人 曾有 读了 增广 会说话 读了 又学 走 天下 之说 其影响力 与此 可见 一般 龙文 编影 原名 蒙养 故事 是明代 历史学家 萧良友 编写的 同盟 教材 全书 通用 四言 平生韵 每两句 为一连 每一句 都是一个 历史 典故 清初如是 杨晨征 为之做了 校对 和增补 改名为 龙文 编影 这一书名 源自 佛典故事 龙文 是古时 骏马的名字 骏马 良居 不需要 鞭子 抽到身上 他看到 编影 就会 飞驰 向前 蒙童 熟记了 这一千多个 典故 待日后 深言 经论时 便可以 很轻松的 由事 而物理 李翁 李翁对运 是明末清初的 剧作家 李立翁 为教 蒙童 学习 对剧 而编写的 全书 通用 对偶 连剧 对 长 工整 平 则 相见 天地 万物 西 罗 笔下 时事 古今 进入 卷中 蒙童 只要将 此书 难熟于胸 日后 吟诗 作对 便可 信守 年来 墨学 曾为此书 做过 粗浅的 注解 也正在 印刷中 中国 自古以来 就是 诗的 国度 故事 蒙学 教材中 也有 千家诗 和 神童诗 从 诗中 可以让 孩子们 感受到 文雅之气 同时 也能锻炼 他对 文字的 敏感 但是 诗 不同于 一般 学问 它 好比 一把 双刃剑 可以 成就人 也可以 毁灭人 那些 不善的 诗词 腐蚀 人的 心灵 是 非常之快的 绝对 不能 随便 乱学 比如 唐诗 三百首 一类的 诗歌 几本 是 一定 不能 让 孩子 去 学习 的 这一点 必须 要 顺 之 再 胜 太上 感应篇 是 道家的 根本 教人 明音 之果 祸福 远祸 的 方法 我们 从 许多 古书上 看到 感应篇 在 古时 流传 之广 以不仅仅 局限在 道家弟子的 学习 许多 大儒 甚至 佛家的 高僧 大德 都每天 拿他来 检验 自己的 功过 得失 士 近空 老教授 曾为 感应篇 做过 精彩的 讲解 大家 可以 在网上 收看到 视频 文昌 帝君 殷志文 也是 道家的 入门 经典 广泛 流通 于 宋 元 明清 四朝 清出 大儒 淮西 居室 周安 氏 先生 曾 为其 做过 详尽 的 注解 值得 赞叹 的是 他已 打破了 门户 之箭 教人 我 凤 真 朝 斗 我 拜 佛 念 经 报 达 四 恩 广 行 三 教 谈 谈道义 师家弟子 人人必读的入门经典 师家世尊在其中为我们道破了有人学佛得自在吉祥而有人学佛却反而得凶衰困苦的原因所在 并为我们指明了正确的修学态度和修学方法 尤其 尤其对我们现代学佛人来说可谓一针见血窃重实弊 读之真可令人猛声警惕 广然觉醒 佛说十善夜道经是佛家的大根大本 师家世尊在此经中明白地告诉我们 为人天生生闻菩提 独觉菩提 无上菩提 皆依此法 以为根本 而得成就 顾名善法 此法即是 实善夜道 可见 无论人道 天道 偏离实善夜道 便不是正道 无论小城 大城 偏离实善夜道 便不是正法 阿南问是否其胸经 和佛说实善夜道经 世尽空老教授都有非常详细的讲解 以上这些是儒士道三家的入门经典 因为儒家是入室之学 是一切学问的基础 故此选用的经典也比较多 我们年龄大的同学 假如没有读过 也同样要补课 但是成人记忆力 不能与儿童相比 但起码要达到熟读 另有一部经典 要特别重视 那就是孝经 红子一生 道在孝经 孝字深广无边 通彻本源 所以自古便有 以孝经 统群经的说法 明白了爱亲者 不敢误于人 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才真正入德学之门了 读过孝经 可以读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 这四书 是儒家经典的精华汇集 不读四书 只学一些概论性的书籍 终究是散乱武统 无法深入 圣贤学问的精髓 中庸 是儒学的心法 是理论 大学是学习方法 论语是孔夫子的表演 孟子是孟夫子的表演 孝经通 四书熟 如六经 时可读 读四书 好比登堂 读六经 好比入室 古人说 大文章 皆从六经来 的确如此 在礼记经解篇 孔子详细的 为我们讲述了 六经的功用 温柔 敦厚 诗教也 就是说 学习诗经 可以使人 颜色温润 情性和柔 成谱宽厚 书通知远 书教也 就是说 学习语经 可以使人 通达无碍 见网 之来 邪静 经 为 义 教也 就是说 学习 义经 可以 磨炼 人的 心智 使人 深沉 敬雅 心思 缜密 功简 庄敬 礼教也 就是说 学习 以礼 周礼 礼记 可以使人 有 恭敬 谦逊 庄严 肃静的 修养 主词 笔 试 春秋 教也 就是说 通过 学习 春秋 就能够 连 坠 文词 排 笔 史 事 从而 有 撰文 记事 的能力 月经 失传了 但是 月教 不可 忽视 可以把礼记中的乐记 拿出来代替 学乐 可以 陶冶 性情 使人 胸怀 宽广 博大 平 逸 善良 所谓 广博 逸 粮 乐 教也 对于 年龄大的 同学 而言 五经的内容 太多 很难 全部 读过来 所以 可参考 群书制药 选择性的 学习 读完经 可以读史 也可以 读子部 三字经中 建议 读完经 部的书 然后 读子部 子部中 最重要的是 老子 庄子 荀子 巡子 管子 燕子 墨子 吕 吕 是春秋 含 非子 阳子 等 但是 子部中 有不纯粹的东西 所以 三字经中 建议 择其 经要 而学 史部的内容 太庞大了 我们没有经历 去一一 经读 所以 把史记 汉书 后汉书 三国制 资质 通建 拿来 经读 其余的 可以 贩读 集部 是 诗 词 歌 副 文学 作品 的 集成 规模 也是 非常 庞大 我们 可以 学习 一下 离骚 然后 从 汉复 六朝 篇文 唐诗 颂词 原曲 中 选择 一些 来学习 这些 就是 孔子 论语 讲的 鱿鱼译 也就是 借助 艺术 形式 学习和宣扬 经教 在此 我们看一首 描写中国古人生活的诗 一山 傍水 防树间 行也 安然 坐也 安然 一句 羹牛 两母 田 收也 平天 荒也 平天 粗茶 淡饭 饱 三餐 早也 香甜 晚也 香甜 不依 遮体 盛 丝棉 长 也 可 穿 短 也 可 穿 雨过 天晴 驾 小 船 输 在 一边 酒 在 一边 晚 回 儿 女 笑 灯 前 金 也 可 谈 骨 也 可 谈 日出 三干 我还 免 我 不是 神仙 谁 是 神仙 真的是 美妙 极了 虽 不能 致 心 向 往 之 我们 要 想 写出 好的 诗词 文章 不能 只在 修辞 语法上 白费 功夫 必须 去读 古人的 作品 否则 虽然 熟知 修辞 语法 也是 巧 富 难为 五米 之吹 我们 有了 儒家 和 道家 的 基础 然后 去学习 大乘 佛法 则 很容易 就能 误入 关于 佛法 尊敬的 上进 下空 老法师 讲得 非常 全面 我们在此 就不必 多说了 借此 简单 再说一下 研究 典籍的 方法 中国清代学者将学术分为义礼、考据、词章三大部分 关于三者的重要性 自宋代、明代至清代 大多数的学者认为义礼最为重要 其次是词章 再其次是考据 所谓义礼就是讲求经典的意义 义礼明白了 才可以照着去努力践行 所以义礼最为重要 所谓词章是诗文的总称 词章是用以发挥经典义礼的 所以也不可忽视 所谓考据 是用以研究经典义礼的工具 其种类亦多有细分 我们主要需掌握教筹学和小学 教筹学又分为目录、版本、教刊几个部分 因为古代典籍流传下来的版本很多 也有伪造出来的经典籍 所以掌握了教筹学 就能试破真伪 拈走许多弯路 小学是文字学、音韵学、训古学的统称 中国古人用字常常同音相通 这等于现代人写别字一样 不过古人写惯了别字 现在不称呼他写别字罢了 但是古时同声的字 现在多不相同 所以就更难明白了 我们想要研究古书 必须要知道某字是某字的转额通甲 否则不可能读得懂经典 所以必须要明白古代的音韵 讲音韵的书有很多 但是被大多数人推崇的 还是宋代编辑的广运 在历书、楷书这些字体中 形体相像的两个字 在传文中未必相像 所以我们需明了古书中某字的字形 然后才可求得字意 讲文字形体的书 首推汉代许胜编撰的说文解字 古时训某字为某义 后人在某义的基础上 又隐身转为别的意思 这种现象太多了 我们假如不明白古时的训古 物以后世才出现的隐身义 去复会古义 就要曲解经典了 讲迅古的典籍 当首推位列十三经之一的尔雅 三国以下的文章 我们有文言文基础的同学去看它 十之八九都可以明白 其不能明白的部分 就需借助小学 三国以上的文章 则要更多的依靠小学 来研究才能明了 我们若不想研究小学 除非适合古人绝缘 否则我们还想明了经典一理 还想引用古书 假如不懂小学 可就要闹笑话了 但是我们所说的通小学 却和专门去研究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还要去研究精实典籍 不可能用很多时间去研研小学 只能说略通大概而已 民国年间研究小学的顶级专家张太炎先生 就是这么教人的 掌握了研究的工具 再去研究精史 则可以事半功倍 研究经典者则应专守一经 研究史书的则应专熟一代 研究经史之外的诸子百家的著作 也应专守一家 不可杂修乱进 但能守定目标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无有不成功者 苦心人 天不负 有智者 事尽成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为今世所必须 其复兴已势在必然 诸位人人君子 皆当 免而行之 以上 是惭愧弟子 因缘声 粗浅的心得报告 如有不妥之处 成请尊敬的师父上人 诸位大德同修 会语批评指正 无尽感恩 阿弥陀佛 惭愧弟子 因缘声 顶礼 敬成 我们 突然 因缘声 这一篇报告 他可以说 那么最短的时间 很有体系 把中国传统文化 怎样学习 要学习哪些东西 都给我们讲清楚了 讲明白了 这是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第一堂课 必修第一堂课 希望这篇东西 要把它翻成英语 我们这一次 同学们到英国去 这篇东西 想能够在印出来的时候 分送给大家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资料 说得很好 我们自己的同学 一定要多多点 至少要把这东西念书 知道从哪里下属 知道学习的次第 应该先学哪些书籍 再怎样提升自己 无论是说理 说死 都说到要害 是一篇非常有价值 值得学习的 也蛮功夫 我说他这是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步 明白了 你少走万路 你少浪费时间 中国这些东西 古生鲜血 几千年的经验 绝不能修获 他提出 入门的 这十几样的典籍 都是过去四十里 教同梦养阵的 这些小朋友的 我们 这一代 修获了 现在 应该把它 补出来 把它补修过来 作为根基 也正因为 这没有个原因 所以我 早年就想到 要办一条龙的学校 当中没有查办事 执照幼稚园的学生 年年向上提升 让他们给外面 这个 不接触外面 不受外面干扰 一心专属 那外面东西 也是 年年都有进步 年年不相同 那重要的东西 我们接路 也要开这门口 使我们 不至于落在后 那 这个两条路 都要走 以 祖宗东西 为主 现在东西 知道 故事完全不知道 这个路 散散守着头 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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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